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了 社区好像也不显示了 但是呢 我们这里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它的商店至今还显示了 那我就纳闷了 假如说它的频道被黑了 那为什么它商店还在呢 商店是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米奇沃克斯在用来卖它所谓的周边产品 什么衣服啊 帽子啊 这些杂七杂八的垃圾东西 这黑客也太大意了吧 就这样 还留着你 让你做生意呢 啊 这个商店好像貌似是一个国外的一个 网购平台 专门卖那些所谓的垃圾衣服 这俄网购平台 这俄网购平台 这俄网购平台好像还挺柔软的嘛 还给你留了这么一手啊 还让你的网购继续开着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菜单 频道没有 然后再开解架 这里详情位置美国2015年10月5日注册的 然后在他的右上角还有加入会员功能 这频道好像看起来不太像黑啊 感觉是他那个把自己的视频给隐藏起来 我们再看来 再来看他的封面 就是一部特斯拉 原来米盖他放的是自己的头像 和他那个拍照的那是照片 感觉很纳闷 怎么回事啊 背黑的 居然那个没有全黑啊 还留着商店感到 对对啊 大家想想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如这个频道是被消耗的话 那么这个图片 这个这么多内容啊 它的版面封面规约功能 还有那个商店解架都会消失的 比如说这个频道被封了 我们点击进去 立刻会显示出 此频道已终止 而不会这么完整的显示出 它的封面 它的名字 它的订阅数量 还有会员频道 还有商店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它是自己搞起了 小把戏的 误弄网友 就是为了它 在那个今日头条上面 卖彩 撇打赏 表演出来 一处丑陋的光带距 一处丑陋的光带距 是